嗨,大家好,我是卡拉君,今天天气很好啊,阳光明媚,终于没有再下雨了。 今天呢,我打算呢,杀掉这只烟鸡,很老了,已经有一年多了,是去年剩下的最后一只烟鸡了,今天把它干掉了。 还有这只老母鸡,刚才千辛万苦终于把它抓到了,一只烟鸡,一只母鸡,现在先烧个开水先,再磨个刀先。 好啦,经过一场二战之后,这个鸡已经处理好了,这个老母鸡肚子里面还有很多个蛋黄。 好啦,上锅蒸一蒸,广东农村地区的老人对这个白切鸡是很有执念的,他们认为其他的做法的鸡都是不好吃的,只有白切鸡才是最好吃的。 这个老烟鸡呢,我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,有时候用它来煲汤或者炒菜,现在把它分装,然后等下冻起来。 好啦,蒸了30分钟,这个鸡也中熟了,看起来很诱人啊,都流口水了。白切鸡的好处就是能保留鸡的原汁原味。 好啦,最后来炒个旺菜,我们就开吃啦。 今天有人来收鸽子啦,价格还是很低,才8块半一只,快大啦快大啦,活不下去啦。 今天一共收了1300多只,满满的一车。 最近这广东地区的鸽子真的自销了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原本这鸽子是4天来收一次的,现在7-8天才来收一次,因为这鸽子不好卖。 所以呢,这个屠宰厂延迟了收割的时间。 去年鸽子的价格最高能达到16元一只,现在才8块5一只,可以说几乎是价格看半了。 去年因为行情特别好,所以呢,有不少养殖户呢,入局养鸽子。 看来今年要亏大了。 其实养殖业呢,行情的话都是有高有低的。 鸽子的价格还算是比较稳定的。 但是今年特殊情况,所以大家都懂得。 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,所以大家一起熬过去,明天会更好。 好啦,我是卡拉君,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。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,欢迎点赞加关注。 拜拜,明天见! ,明天见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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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明天见!